謝謝主席 我們討論5加2產業應該給我5加2分鐘才對 盡可能的 好,有請我們省部長 另外請工業局的旅局長 謝謝大家辛苦 早安 我延續我在總質詢有提到 我希望今天藉由寶貴的6分鐘7分鐘 可以有更進一步的論述 那我具體的要求 回應設計師國立 小英總統多次的宣示 台灣應當要審慎評估來設立一個專責機構 也就是設計研究院 我們更應當產官學員 大家一起來公共討論 提出台灣邁向新世代的設計政策白皮書 這是我的破題 好,下一頁 我特別把今天我們的預算報告做了一個文字雲的處理 部長 我們裡頭當然我們講創新產業 我們講改善投資環境 我們講要增加科學研究 哇,產業啦,科研啦,投資啊 哇,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比重 設計 沒有 完全沒有 設計師國立 它應當是我們的重中之重 結果它淪為邊垂的弱勢的一個政策議題 不應當如此 下一頁 我上一次也就是一個月前的質詢 您要求啟動國家級的設計研究院 那您也說將進行一個評估 我們現在有在啟動嗎 您回去交辦的狀況是如何 是,部長 這部分呢,這個 我已經跟我們這個國會主講 在立法院裡面所有委員執行 我們承諾的我們都列管 好,那具體的列管總要啟動吧 有有,這個部分請公益集在評估 已經在評估 好,我稍後再跟您做進一步的讓您回覆 下一頁 非常清楚 台灣的設計能量 躍升國際 CNN 甚至把台灣 MIT Made in Taiwan的時代 已經轉化成為Design in Taiwan 這是CNN的報導喔 過去講究 Economics 現在是Designomics 也就是要發展一個設計經濟力 其實我非常遺憾啊 5加2的產業 應當是5加3 部長 5加3 那個3就應當是設計經濟產業 這是趨勢 這是台灣的優勢 可是我看你們的預算書 預算書今年新增了一筆 設計經濟力的推動 細輕高8萬 非常非常非常minor 這麼重要的設計經濟力 你只新增了一個計劃 大項目非常感謝4900萬 現在沒戶期 也完全派不上用場 來下一頁 韓國的經驗 我時間有限 我很具體的告訴您 現在連維基百科都有一個字 就叫韓流 就是韓國的設計 它是經過策略 經過整體的產官學員 也經過政府的跨部會的整合之後 它形成一個韓國的總體國家形象 當中很重要的是 2001年設立了韓國設計振興院 而它的前身跟我們的台創 我們的工業局很類似 過去1970年代韓國只是一個韓國包裝設計中心 走了27年成立一個韓國工業與包裝設計院 甚至在2001年非常大破大力的看準了 設計是韓國的能量 成立了韓國的振興 設計振興院 而後發動了兩個五年期的旗艦計劃 現在進入第三期 而韓國就已經成為世界的設計國度 下一頁 回應在很清楚做法 我都跟您盤點出來 這是國際經驗 你要有一個專責位階高的組織 對應於韓國 它是韓國的設計振興院 負責頂層的設計跟政策的擬定 回應在它需要一個空間 空間能夠提供所有的設計的裕程 福島能量展示 回應在首爾的東大門設計廣場 回應在地方配合地方創生 他們在釜山光州大邱都有地方的區域產業的設計服務的中心 局長你不用急著跟部長說讓我好好跟他簡報 下一頁 我有在看 好 所以韓國就這樣做 首爾先有一個設計振興院之後 地方區域的設計產業中心都連帶的建立 下一頁 我跟您比一比 台灣的設計誰在管 經濟部 工業局 知識服務組下面的台創 預算低到他還要靠自己去自酬去標案 台創非常好 我這段時間去看了台灣設計展在台南 非常棒 我這段時間又去看了基隆的城市產業 博覽會 也是台創辦的 非常好 他有非常強的能量 可是他的位階這麼低 預算這麼少 你看看韓國 好下一頁 台灣的 可以借鏡的經驗 就是過去在經濟部 我們2003年的時候 對不起 1973年的時候 我們就成立了工業 就工研院 工研院扶植出來 台灣IT產業是先鋒 是基礎 有工研院的設置 他負責所有的科技研發 帶動產業發展 他創造了經濟的價值 他更增進社會福祉 這都是工研院扮演的角色 這幾年來工研院替我們創設了多少 兩萬多件以上的專利 多少個 200多所的公司 新創 不要講育成 工研院就是一個可以比照的 過去因為有工研院 我們的IT產業 半導體產業可以躍升國際 重要的國家 而在設計領域我們需要有一個對應的設計研究院 你看工研院設了就會有輔導各地的科學園區 然後還會有區域的產業中心 下一頁 所以我的結論 現在是時刻台灣的設計界都準備好了 我們需要有一個專責機構高位階的台灣設計研究院 之下回應在他會有設計園區 然後會有配合地方創生到地方去做的設計中心 當然這當中需要我們擬定一個好的設計政策白皮書 部長我向您簡報完畢 非常重要 我不希望每一次都在 都在告別回家 這是台灣重要 它應該是五加三產業 設計經濟產業 您具體回應多久來研議這件事情的上路 是部長 首先我感謝委員關心這個所謂的對於設計這一塊 來提升我們整個產業競爭力 辦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這是絕對是關鍵 軟石裡的置入 因為我過去也感受到 像我們現在工具機那種硬體設備 透過操作介面的這些設計 拉近了距離 整個附加價值架起來 它就是加值的經濟效應 我是感受得到 所以呢 那現在委員 那現在委員 現在大概 過去我們也去跟這一個 我們的科技匯報辦公室去爭取預算 那這不我看這樣 我會請工業局就針對委員在 關心的就是 針對成立設計研究院去做 比較公園院的經驗 事實上就是一模模一樣樣的發展軌跡脈 那這樣我跟委員在那個 我請我們工業局去做一個study評估 大概幾個月 要多久 跟委員報告 因為這一個部分分兩大塊 一個是你剛剛問的組織園區還有這北中南等等 所以呢我們組織的部分現在是以台創為中心 可是我們同時跟文化部一起在談 時尚設計這個部分 時尚是另外一件事 對 那你就告訴我 因為這是一個非常重要要深化去研議的 我希望你們三個月先給我一個初步的計劃 但是我們要去針對設計研究院的設立 跟推出我們下一個世代的設計政策白皮書 我想也許半年後 我們希望可以看到具體的成果 但是這個方向 部長您肯認這個方向嗎 我們需要對應於組織計畫 就是有一個方向出來 然後再跟委員報告一下 那我希望得到的是YES 這樣子的一個方向設置的一個可能 好不好我們一起努力 謝謝 謝謝